我叫赤仁丹巴 来自于西藏山南拉巴子县 你跨越祖国四千公里的山河 只为心中烂漠 向往的绿色 你嫁给我后悔吗 这景色这么美 看一辈有点看 感谢你 让这片荒原有了 失而复得的美丽 我们都是赛汉巴的一棵树 一棵向下扎根 昂扬向上的树 观众朋友晚上好 北京时间二十点整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 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 今天是周三又到了我们 相约星期三的基金时间了 今天的也是我们基金时间 第十一季的第六期 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 义方达基金指数投资部的基金经理李许 和我们一起来聚焦 投资指数之风格配置 李许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今天的短期市场点评的嘉宾 我们请到的是 私募基金经理秦简 欢迎秦简 欢迎两位 那在这我们先来看 今天盘面的短期变化 市场全天震荡调整 三大指数都是小幅下跌的态势 两市的成交在10548亿 比上个交易日缩量了906亿 盘面上来看 AI概念股盘中是出现反弹 其中我们看到传媒游戏集体走强 算力方向是出现一个冲高回落 信创概念股表现相对活跃 那飞行汽车在这两天连续走强之后 是出现走势分化 在下跌方面呢 保险陷入调整 房地产 猪肉 包括农产品 证券等板块 跌幅剧前 北向资金全天的净买入是15.67亿元 两融余额继续攀升 截至到昨天呢 两融余额达到15,119亿元 比前一个交易日增加了69亿元 这就是目前 今天整个市场的数据情况 我们来看看秦简对短期市场的点评 那秦简 就是这两天啊 大家担心的是 前期非常确定的两个主线 两个仿锤的两端 出现节奏变化 大家觉得在操作上有点看不清 在系统性上啊 有点担心在这个位置上 遭遇技术性的压力 能给大家解解题吗 首先这波涨上来 不能说两端是主线啊 这个没有这个说法的啊 我们我两周前来说过 我记得我两周前来正好也是一次 好像是微盘股跌 跌了很多的那天正好来做的 对吧 正好是你说这个微盘股它是出现调整 对我当时说就是说它不会立刻就这么下 它还会会上 然后我们要看这个就是 跟500的这个相对收益的情况 对吧 2000对500看量化 后面还没有有没有抛压 我们也提到一个就是说 其实这个到底能不能往上继续涨 我们主要是看中段 不是看两头的 对吧 因为我说去年 比较流行的这个配置方式是雅琳型 左手配红利 右手配小微盘 但这波上去我们说显然 其实中间力量是呼声300 其实从走势流畅度 从趋势性上来讲 走到目前趋势性最好的就是呼声300 呼声300当中几乎是没有大的调整和连续性的调整 也就一天 卫盘股跌的那一天调了一下 后面基本上都是我们说中段继续震荡向上 然后两周前说是中段继续震荡向上 两端 红利和小微盘看封片的情况 封片往上升 其实是红利是跌的 小微盘应该表现相对比较好 封片如果往下去 反而是红利应该涨 小微盘应该是调的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现在看到的 其实就是在上次调整两周前 那一天以后 稳健的呼声300 继续在攀升 那到今天 其实前期比较落后的 就是我们说和经济 经济基本面比较像 比如说恒生 大家发现没有 恒生指数 反而恰恰是在这两三个交易日里面 包括恒生指数 包括恒生科技 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上升 昨天有五个年 对 你会发现它跟我们这里的红利 它并不是大家想象中那样 都是大盘股 应该一致的这种关系 反而说明了 其实最近整个市场的风险偏好 是在往上升的 红利在这里的下滑 其实它跟市场的风险偏好 向上升是有关系的 风险偏好越好 红利指数相对其他各种风格的溢价 反而是越低 所以这两天你看 调整的主要人是谁 煤炭 石油 中国移动 电力 还有电力 就是相对分子端特别稳定 主要是看红利分红的这个东西 还有一样东西 大家不知道注意到没有跌了 十年期国债 三十年期国债 前面连跌三天 今天只好大概下午的时候 因为指数切下来了 大概后面有反弹 但基本上到早盘的时候 是连续四天下跌 这个跌 其实它跟红利指数是对应的 对吧 那边是这个十年期 三十年期超长债 这边是这个红利指数 是对应的 所以从盘面上 我们看目前的情况 展现出的是一个中段 还是有一个继续震荡上升的 一个态度 还没有出现 就从走势上来看 没有出现这种很不好的迹象 红利在这个地方的下滑 其实它显现的是什么呢 风险票的上升 你注意到没有 你刚才提到融资数据 对吧 大家注意到没有 其实前面的一个 就是整个的上涨过程 一直到上周的三四左右 这个融资的上升是非常缓慢的 对它是从一万三千多 对它是慢慢排慢慢排 对吧 它可能没有指数涨得快 是的 但是从上周的后半周开始 融资开始上去了 它的上升速度开始增加了 那么本周大概礼拜一 礼拜二 我今天没有看到 它的融资数据上的是比较快的 是比较快的 那这说明什么 其实这个上的快 说明在这个地方红利跌 但整个市场的风偏是提升的 好吧 那所以从提升的角度上来说 是这样 那么有没有过热 对吧 大家也会担心 你是不是长的多了 这个放量会不会过热 那过热判断是什么 那第一个我们比如说看一下 期权的数据 波动率有没有异常的有提升 没有 波动率现在其实期权的波动 引波是非常 还是比较稳的 也没有出现很异常的情况 第二个 一般来说我们看什么呢 当日的融资数据占到整个成交的占比 一般来说呢 过热这个什么时候谈呢 一般要当日融资买入超过全天成交的10% 我们才可以看一看 是不是有可能过热了 到昨天已经蛮高了 大概到9% 一定看它占比 要看占比 就是融资买入的人占多少 好 那么总体的融资情况是什么情况呢 我来讲一下 我们从哪一天开始算 我们从融资急速下降前的一天 大概是2月的6号 不是7号 就是大家记得吧 就是 护士300先涨了一下 然后被这个个股拖下去 急速下跌 那波不是大家都砍仓吗 这个第一波小反弹的时候 上面有个融资的高点 大概是多少呢 1.601 1.602万亿 也就是说走到现在 你知道 你刚才报道数据是1.51万亿 对 它还没有把最后一段完全砍下去的融资额 完全恢复上来 所以从这几个角度上来讲呢 至少我暂时 风篇啊 或者是不是过热 我还没有看到 大面积的 就大家一起突然 暴力下跌 这种风险 暂时不用考虑 暂时不用考虑 整体指数应该还是一个 或慢或快 它震荡向上的过程 当然 可能大家会觉得 这里面好搞 这边有红利 这边有威盘 这边有集财 那边有这个 顺周期 或者这个里面分门别类很多 轮动也比较快 这个是大家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 整体的系统风险呢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没有出现 好吧 好 那刚才回答的是 关于系统性的问题 在这个位置 会不会有回撤压力 给大家做一解答 对 风篇是在提升 红利指数 红利策略 是有所 有所回落 是这么一个真实情况 那刚才有人说 3月16号 转融券 从T加零 变成T加一 进行业务测试 对市场的影响怎么样 今天可能大家 首先这里的T加零和T加一 和大家理解的 T加零和T加一 是有区别的 先不要想太多 所谓的转融券T加零 转T加一 是转融券业务 当天申请 当天不可用 就我今天看到 比如说中国移动 我要用它的转融券 我要到中金所借一笔 我今天发出的申请 当天拿到券 当天是不能卖出的 要隔日再卖出 那这里面就有几个问题 跟大家理解的不一样了 第一个 转融券做这个测试 它其实是告诉你 转融券不会完全停 对不对 你不要想太多 转融券完全停 没有这种事 因为如果要完全停 就不用做这个测试 对 停掉完了 第二个 里面明确提到的一点 限售股不可接触 这一点跟过去是 有很大的不同 或者说是大家比较期待的 过去大家比较诟病的是 你拿上来 明明是限售的 你还可以借出去卖 这个不合理 限售就是限售 这个是不合理的 所以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对市场的影响不大 为什么 真正去做当天 T加零回转交易的量化 在整个量化体系里面 占的比例非常非常的小 非常的小 几乎你就可以忽略不计 我们说了量化里面 最重要的两个部分 是量化中性和指数增强 他们都是不做这种 当日去T加零的 所以这个就不要想太多 它对整体市场的影响 没有那么大 就忽略不计看一下 就OK了 好吧 刚才也给大家解答了 关于就是限制融券做空 对 最新的一个说法 对他只是说 要求你当天借 当天不能卖 要到四日卖 就防止你看到这个指数暴涨 涨停了 然后你突然间先把它砸开 就这种事以后不会有了 要第二天才能卖 好吧 好的给大家都做了最新的解读 那在这也提醒大家 刁玉香今晚在 有看头家APP抖音号 进行直播 时间是我们节目之后的 9点到10点 刁玉香的直播主题是 逼空行情下 如何把握市场的机会 那还有呢 明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 许可的直播主题是 谁可以接力AI 谁可以接力AI 那同样是在有看头家APP的抖音号 进行直播 在这呢也跟大家做一个 线下见面会的介绍 那也就是在3月23号的下午 居累的线下见面会呢 将在上海如期举行 那这次见面会的主题是 论投资的性价比 论投资的性价比 那主要是帮助大家发掘 有些山脚下的相对机会 选择有性价比的个股 利用情绪做短线的差价 感兴趣的观众呢 可以到有看头家APP当中 去进行报名 也可以打电话 和我们公司与行业进行联系 电话是1366-1948-045 1366-1948-045 好了稍事休息 一会儿呢 我们就今天盘面上的一些热点板块 跟大家做进一步的分析 我们一会儿见 正确领域大模型 具备大盘分析 板块挖掘 热点追踪 各股诊断 策略生成 金融百科 事件推理 情绪陪伴 八大核心能力 24小时在线 急问急答 为你提供高效 专业智能的投顾体验 上九方整股APP 投资不决 问九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欢迎回来 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段的公私与行业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说说这一段时间 尤其是今天盘面上最新热点的变化情况 那今天我们一看到 今天呢 可能大家对全球游戏大会 3月18号到21号 就是英伟达的这个大会 非常之期待 所以今天盘面当中提前做了反应 包括游戏 文声视频 就是Sora 就在盘面当中非常之热闹 就是说这个赛道本来是前两天啊 涨过冲过 然后又歇下来 歇了那么一两天的 歇了不止一两天 不止一两天 歇了有四五天 歇了有一个半礼拜 一个半礼拜 我告诉你 但是因为有一些蒜利股在涨 蒜利股我觉得还是两回事 两回事 会不会在这两天 尤其是18号到21号之前 大家把这个预期权做满了 我觉得完全去跟英伟达的可能就是硬件这个部分 那么我们经常会谈到的就是CPU 就是光模块部分 还有就是液冷 液冷服务器的部分 它都跟整体我们所谓的算力 是比较有关的 那这部分主要是跟硬件 那这部分我们看下来的走势 就是从去年的走势看 到今年的走势看 基本上相关性上百分之八九十 就是跟着美股英伟达的一个美股的映射的一个走法 你一看到在节奏上 哪怕按天算 都可以比较精准的去计合上去 那这个也是比较合理的 因为包括光模块的 它需求主要是海外的一个订单配套 液冷服务器 它也跟这个英伟达CPU芯片的这个需求 有很大的关系 当然今年会加来一些华为生存类的东西 但不可否认在这一块上 英伟达还是全球的霸主 全球的霸主 包括美国现在其实出现那个情况 其实纳斯达克原来的七巨头 剩下还在一直涨的 其实已经不多了 其实已经不多了 大家有空可以去看 比如说特斯拉苹果 现在是怎么走势 也就是说指数的 美股指数的上涨很大程度上 就依赖于英伟达一个股票的走势上 那包括我们这里的硬件满快 也是在他身上的 但是说到游戏和传媒 其实还是有跟硬件有不大一样的地方 应用方向 对应用方向不大一样的地方 那第一个 从基本面我们就撇开这个 AI不谈 那其实游戏和传媒 我们就要分两大块 我们说一个游戏一个影视 其实这两块 不管是去年还是今年的业绩展望 都是相对稳健 在A股偏消费的行业里面 都是相对比较好的 它本身基本面就支持 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大跌 那么游戏前期有过一次比较大的跌幅 大家记得是有一次新闻出版总署下面的一个 征求意见稿 对吧 引发了大跌 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东西后面没有继续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它这个已经都慢慢都回去了 而这个东西没有下文了 也就是这个力口已经慢慢消化了 那第二个从Soro的这个诞生来看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一点 我们目前看到大家都在谈英伟达 谈芯片谈算力 但所有的这些算力 在训练完大膜型以后 它最后都要落到应用上 我们经常谈到要AI加 我们谈到要降本真效 它最后要落到2B端的行业上 对吧 这个可能业内大家都有一些共识 任何新的东西出来 第一步总是用到2B端 就是用到企业端 可能第一步用不到2C端 因为2B端成本高可以接受 只要能挣钱 他们都会率先使用 就像个人电脑先下来第一步 它一定是用在做生意上 而不是用到你个人娱乐上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最第一个看到效果的 大家认为这个应用应该就是出现在传媒 用在短剧 用在游戏 我们也看到有陆陆续续有一些 AI制作的电影 AI制作的动画慢慢的出现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 从中期角度上来说 从上升的趋势性稳定性上来说 我觉得短剧传媒也好 游戏也好 应该是比硬件要强的 硬件它强在哪 它强在弹性 弹性比较大 爆发力比较大 上涨也很快 下跌嘛 也很快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我觉得传媒股持续性还是可以持续 就是我说它在多方面角度来 来看这个短剧传媒和游戏这两个行业 我觉得它们都是后续还有不少的上升空间的 所以不必要一定要把它跟那个 英伟达的那个东西联系在一块 我们应该看到出了一个Sora之后 会不会以后再出个什么别的 因为这个应用第一步它都会出在多模态 出在这个内容输出 视频输出出在这个上面 然后第一个吃螃蟹 或者第一个看到降本真效 业绩提升效果的 它也一定是出现在这几个行业里面 还有一个行业 广告 这几个行业 它是第一步能看到的 我们先要看到应用 看到对企业产生了利好的助推 我觉得再来下一步再看算力能不能扩张 如果一味的扩张算力呢 我说它的优势是弹性 就是来一波涨 涨完了跌回来 再来一波可能又跌回来 就这种情况 好吧 今天我们说从Chat GPT到Gemany 然后再到Sora 整个它的这种 就是我们看到它的这种升级状态 对整个刚才你提到的这些 后端产业的这种影响颠覆 是非常之巨大的 对 尤其是在降成本上 一键生成 对 它的第一步 我说它一定是出在降本真效 出在它的2B端 就是有些企业 有些行业使用了这个东西 导致业绩比较大幅度的提升 让大家看到了效果 然后才有进一步的投资 那2B端先用的好了 我们哪一天在手机上 自己能用到我们所谓的AI助手 用到2C端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个比较长的过程 先看业绩是看到2B端上 那秦姐 其实英伟达这个事 在前两天曾经有过波动 就是它一路上涨 就是曾经有过波动 有过一天大跌是吧 大跌那天是 就是说这个镜头是能源 是电力 是有这样的一个表述 但是可能市场人士 他可能没有听这个话 也没听这个所谓的小作文 他就看这个市值 说3万亿 是不是在这个位置当中 能走到这一步吗 可能在这个前行的路上 2万亿到3万亿的这个过程当中 有人开始质疑 有人开始打问号 有这种可能吗 如果有的话 就说这个全球游戏大会 在3月18号到21号 可能是一个加速期 但也可能是一个更颠覆的 更升级的一个时期 我们到底应该做好哪些准备 在操作策略上 应该如何应对这种变化 首先我不觉得 英伟达的多少万亿市值 是它的将来的 一个上乱的障碍 这个我不觉得 不要设定 现在不要设定 这个无法去设定它 因为一切新的东西 在刚刚起步 在0到1 刚刚到1 然后1到10的整个阶段 它的市值跨越 都是非常惊人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苹果 它第一次出到 苹果3GS到iPhone4的时候 我们当时称为 叫做苹果 苹果10克 那当时的苹果 和现在苹果的市值 你能看到有多大的差距 对不对 那么一个行业的 完全颠覆性的这种 所谓叫科技革命的东西 它的市值上限 我觉得大家不要把它 做一个人为的设置 它可以成长到一个 你非常惊人的一个地步 你可以比如说 我们在很多年前 大家都想市值最高的人 可能是烟草公司 是石油公司 但是随着生产 行业变化 关系的变化 除了科技的变化 那么市值最高的可能 就会变成科技类的公司 那将来AI 如果能真的大规模的 通用智能使用的话 那么英伟达不排除 会走到一个更高的市值 这个我觉得不是 那我觉得更多的是什么呢 更多的是要看到 就是说 AI在短期里面 它的算力投资 是不是已经出现了 阶段性的泡沫 那算力的投资 这个扑下去 是不是没有达到 预期中的那个 对整个行业 对经济促进的效果 会不会出现超前的投资 因为在互联网投资里面 就出现过这个情况 就大家一段时间 疯狂的去去投资 然后突然发现 和实际的需求 有脱节超前了 那么这个时候 就可能会出现调整 那英伟达顶多只能说 在这个位置上 是不是会出现 算力的投资 是不是到了一个狂热的阶段 这个狂热阶段过去之后 会不会出现阶段性的算力 大家对算力投入 对模型研究投入的退潮 导致它阶段性的出现调整 但总体上最后的它的实质 达到一个什么阶段 我觉得不能从 它有多少万亿上来 我觉得这只是大家怎么说呢 就比如说一个 比如说越南 看我们国家说 你这个中国石油 怎么能有一万亿 你一个工商银行 居然有一万亿人民币 我们一个银行才五百亿 对吧 你说要缴不同的这个视角 对它的经济的体量不一样 视角不一样 一个全球的需求 和一个国家里面 某一个企业的实质 你不能这样简单的去对比 就不能以这样 我们这个才多少亿 这个是炒股票的方式 它不是去看一个行业发展的方式 那最后问一句 就是您刚才提到了 现在风篇在提升 市场还在正常良性的行径当中 那如果这样的话 在仓位上 要不要做一些这个调仓 我觉得仓位上 现在目前不需要有很大的这个 变化 仓位的变化 我觉得仓位你尽管能看得准 你的股票还在继续上涨 没有出现大风险的话 你能打满 我觉得这里还是打满就打满 我说没什么 我前面我们年初就说了 你最简单的就是 你护生三百 就把ETF 弄完嘛 对吧 这么便宜就弄完了等着就是了 这是最简单的方式 那么其实这一波上来 包括一 护生三百也好 包括像跟 经济红外面最有序 比如像 恒生科技这样的指数也好 它其实这波上来的指数 涨幅也不小 而且都相对比较稳定 从今年1月1号到现在 其实大家都在看 整天看微盘股 中正2000 其实从1月1号到现在 我还是上升那句话 其实护生三百 现在是涨幅最高的 几乎就是最高的 那么到上周五 大概各股 下跌中位数还有15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选择不好 你还不如选择那个最好的指数成分 去进行投资 就有的时候 我说不要把自己想的太好 大家总觉得微盘好小盘好 是因为你总把自己 假设在那个买在最低点的人上 但大部分人连那个坑还没填满的 对吧 有差异 对有差异的 实际跟你的想象是有差异的 好谢谢秦简对短期市场的解读 那我们上次休息 稍后呢我们将送出的是 今晚的相约星期三基金时间 今天请来的嘉宾 是一方大基金指数投资部的基金经理李许 我们稍后 请他给我们一起来讲解 指数投资之风格配置 我们一会儿见 老凤翔藏宝金提醒您精彩继续 岁月不败风华 经典历久彌新 老凤翔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上海燃气提醒您 请安全使用燃气 使用燃气时 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 发现隐患 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 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第一财经与上海基金同业工会携手推出的基金投教类节目 相约星期三基金时间 今天我们已经是第十一季的第六期了 第十一季我们重点和大家聚焦的是指数投资 那今天的第六期呢 我们将继续跟大家介绍的是指数投资之风格配置 今天请来的嘉宾是一方达基金指数投资部的基金经理李许 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李许 李许 复旦大学金融硕士 现任一方达基金指数投资部基金经理 主要从事指数投资管理 负责指数策略解决方案开发及产品推广工作 曾任某头部券商研究所大类资产配置资深分析师 2017年新财富第一名 水晶球第一名 金牛奖第一名团队成员 好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把李许请到我们直播间 李许您好 那李总 刚才我们说了 这一期我们要聚焦的是指数投资之风格配置 也就是说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指数投资 一个是风格配置 我们要把它统一起来 用用到实践当中去 那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市场上常见的风格 它是怎么分类的 好的 其实风格呢 它在这个投资过程当中 我们看其实还是比较稳健的 它其实一个风格 它一个持续表现比较优秀的时间 可能会持续到两到三年 而像我们一些行业投资呢 可能很多时候呢 它的轮动速度会比较快 但风格其实是比较稳定 所以我们觉得风格呢 其实是值得大家在投资过程当中 去重点关注的这样一类 这个投资的一种方法 那其实在市场上常见的风格 可能大家都比较耳熟呢 可能有这种大小盘 以市值维度进行划分 那这个其实是在上个世纪啊 80年代罗素的一种分类体系 那除了这种大小盘这种市值维度以外呢 其实在这个其他维度 为了去考核整个金经理的一些这个业绩 其实也划分出了这种成长与价值啊 这样两个维度 所以其实在我们实际的投资过程当中啊 大家可能经常会去考量的 就是大小盘以及成长价值 那但是除了这些风格以外啊 其实可以看到这几年啊 整个smart beta的一个策略啊 相对来说其实发展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那其实这类策略呢 它可以通过啊在这个股票或者债券啊 或者一些衍生品上面做一些简单的策略 就可以达到一个增强的一个效果 那其实在实践实际的实践过程当中 很多时候是通过一个多空的组合 然后去减少这个市场风格的暴露 去增加某一类风格的这样暴露 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因为它代表的是一种投资风格 和一个投资的一个风格的一个方法 所以很多时候在业界被称为这种smart beta 而其实常见的smart beta策略 有这种成长价值一价 波动率一价 包括一些这个趋势的这样一些一价 这样一些整体的这些策略 那反映到我们实际的一些指数 或者一些一些因子上面的话 可能大家比较耳熟呢 你想的可能是有这种比如说红利 比如说有这个质量 比如说有低波 比如说有动量 这样一些因子 那我们今天其实着重的 还是要去介绍一下这个大家常用的这种大小盘 以及价值成长这样一类风格 您刚才说了 我们重点今天在节目时间段当中 跟大家多聚焦的就是这个大小盘 和价值成长这两类 那我们先说这个大小盘 大小盘的这个它对应的整个市场投资框架 还有这个投资标的都有哪些 能不能给大家说的详细一点 以便大家呢 在今天听完我们的这个节目之后啊 能够从大小盘 包括从价值成长上 能够找到自己相对应的风险 偏好的这种投资风格 好的 关于大小盘 其实整体来说的话 这个我们既关注这个长期 可能也关注这个短期 因为我们刚刚说了 风格投资其实在长周期来看的话 它其实是有 具有它一定的一个稳定性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近三年 从21年22年到23年 其实在整个这个市场环境当中的话 这个小盘股的一个 这个相对的一个收益 还是表现的不错的 但是在此前 比如说从这个17年的20年 其实整个大盘股 它的一个周期和一个稳定性 会表现的会比较好 那其实它背后 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个长周期的逻辑 比如说如果在一个稳定 温和增长的一个环境当中啊 可能大盘的这种篮球股 龙头股 它其实就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表现啊 但是在一个产业爆发的一个时代啊 这个很多有一些这种新兴的产业的诞生 有一些爆发式的一些成长的一个 现象的一个出现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些 产业的一个扩散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小盘股 它相对来说就比较活跃 这可能就体现在 比如说1415年 我们可以看到15年 这种所谓的互联网加 然后在21年 22年的时候 整个新能源的一个爆发和产业的扩散 以及可能在去年啊 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爆发和产业的一个扩散 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 可能小盘股呢 它有一定它的一个优势 所以我们说从长周期的话 其实大家可以从这样的一些角度呢 去做一些分析和研究 但是从短期来看的话 其实也有很多这种决定性的一些 有一些这个好的一些 这个参考变量呢 其实能够去帮助我们去辅助做一些判断 比如说对于大小盘啊 我们说在这种宏观层面 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经济的一些指标 包括一些通胀的指标 包括一些信贷的指标 包括一些货币和利率的指标 可能都有助于帮助我们去判断 整个大小盘的一个相对的短期的一些波动 一些情况 那比如说我们说在这个这个市场补库的一个区间 其实整个经济环弯向上的一个区间的话 其实大盘股呢 它的一价是比较突出的 除了这个点以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 除了这一点以外呢 就是在这种流动性上面 其实也是能有所体现 在流动性相对来说 比较宽松的环境之下 可能小盘股它会表现的比较出色一些 但是如果在这种流动性相对比较收紧 或比较紧张的时候呢 可能大盘股相对就会比较好一些 这个分别体现在它一个分子端 和分子端的这样一个逻辑 逻辑 除此之外呢 其实还有一些比较好的辅助指标 也能帮助我们去辅助的去判断 比如说我们说的这种期间利差 也就是10年期国债收率 减去1年期的国债收率 其实对大小盘的轮动呢 它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辅助判断的作用 比如说它在这个期间利差 上行的一个情况之下 其实往往小盘股会相对表现比较好一些 那在这个期间利差往下走的时候呢 可能大盘股相对来说 就会表现比较好一些 比如说去年 其实从12月份到1月份的时候 就有这种现象 可以看到整个这个期间利差呢 其实往往下走 然后整个这个10年期国债收率呢 可能下的更快一些 更快一些 那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大盘股呢 相对小盘股 它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溢价的 那最近呢 可能也出现了这样一个类似的变化 所以我们说 最近大盘股啊 可能它也会有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表现 这是这一点 那除此这些 从宏观层面上的一些判断以外呢 我们说从微观的一些层面上来看 也其实也有一些这个 从短期的角度来说的话 能够帮助我们去 辅助判断的一些指标 比如说相对的情绪啊 相对的一些趋势啊 包括一些资金的流动啊 比如说 有些资金呢 它可能更偏好于大盘的这种风格 有些资金呢 可能更偏好一些小盘的一些风格 所以当这些一些资金啊 就是相对的有一些 这个流入流出的这个趋势的时候呢 可能大小盘 它之间的一个风格 也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啊 所以是这样一个情况 这是我们的一些投资框架 那除了这个投资框架以外呢 我们肯定要涉及到具体的可能一些指数 就是我们对应的投资标的在哪里 对 投资标的是这样子 那从对大盘来说 最经典呢 可能就是我们混成300的这样一个指数 它肯定是我们这个A股的 这样一个大盘篮球股的一个代表啊 选择了这个头部的这个规模最大 300支股票啊 组成了这样一个标准性的指数 那除了这个混成300以外呢 我们说从小盘的角度来说的话 中小盘的角度来说 还是有很多标的可以做选择的 比如说我们代表中盘股的这个中正500 就是300后面的这个500支股票 以及比如说中正1000 也就是这个300500后面的1000支股票 还要我们更往下产的这样一些 中正2000 也就是这个3005001000 从1800之后往这个3800走的 这样一些2000支股票 所以在中小盘这个维度来说的话 还是有很多这个标指数啊 可以去做一个相应的选择 这是我们对于大小盘这个投资的一些理解 嗯 刚才呢 李总提到了就是大小盘 它的一个投资框架 一那是看宏观 二呢 是看微观 宏观和微观要结合起来 来判断就是我们这个整体 它选择的方向 那落到整个产品来看呢 您刚才也提到了像护身300啊 这些它的一个有对接性的 和刚才我们提到的宏观微观变化 有对接性的一些这个品种呢 在中期长期短期当中如何进行配置啊 也说的比较清楚 那李总 刚才我们说的是大小盘 是吧 那还有就是价值成长 是的 价值成长 它的这个投资框架 我们到底看什么 看哪些维度呢 嗯 好了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对 就是除了大小盘以外 价值成长其实也是市场非常关注的一个维度 比如说去年可能整个市场 就喜欢这种雅琳式的配置 那可能一端配这个偏价值一点的这种红利策略 那右边呢 可能配一些偏成长性的一些 不是爆发性的成长 可能是一些人工智能 或者是一些偏新产业新能源 这几年的这样一些标的 所以其实在大家实际的投资策略当中 其实已经开始大体量去关注这两个风格 并且去做了一些策略上的分配 那这两端到底哪些因素呢 可能是一些可以辅助我们去判断价值成长 哪个风格会占优的这样一些因素 其实我们也是从长期和短期 有一些相应的理解 从长期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说从分子段来讲的话 还是要看这两端它的一个实实在的业绩 因为这类风格背后的一个行业 产业结构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其实也是要看它相对的一个业绩的一个优势 在这种产业这个爆发的时代 可能有一些新型产业它确实出现了一些爆发性的成长 那这个时候成长的风格相对就会比较占有 但是随着这个相对来说 没有这么大的一些爆发性的成长 然后从成长的这个业绩的一个 这个增长的一个力度的一个中枢呢 出现一定的下滑的时候 这个我发现价值股其实是比较优势的 这个时候价值可能又会表现的比较好 所以它其实从大的决定维度来看的话 我们说长期的业绩是值得去关注的 那除此之外呢 可能就是对这个流动性和利率的一个走势 其实对整个成长价值也是有一定的影响 因为成长的这样一些资产呢 它整体的一个全197 它是拉的比较长的 然后短这个这个价值的这样一些风格呢 它整体的这个全197是比较短的 所以比较短就意味着 它的利率的一个敏感性是要弱一些的 而长197的话 它的利率的敏感性是比较长的 所以其实在一个这个利率比较宽松的环境之下呢 可能成长风格会表现的比较好 但在利率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宽松的环境之下 可能价值风格呢 它是表现的会更好一些 所以这是长期的判断 但短期来说的话 其实也有一些这些指标可以辅助我们去做判断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相对的分子端的这些优势 业绩优势 以及分子端的这些利率以外呢 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通胀的一些这样一些减刀差的变化 比如说PPI减CPI 这些是减刀差 如果它走扩的话 其实说明啊 你这个上游整体的一个利润分配 它会更好一些 那我们知道价值风格 其实从行业结构来看的话 其实很多是围绕的这种上游的周期和中游的这种制造 所以相对来说的话 它可能在这种PPI减CPI走扩的时候呢 它的一个利润分配是比较受益的 它整体的风格的表现可能也会比较好 但是这个减刀差如果是往这个收缩的状态走 就是往下走的话呢 可能整体来说的话 可能就是下游的成长 它会比较这个好一些 因为成长风格里面有很多来自于下游的这样一些行业 所以从通胀的角度来说的话 其实对成长的价值风格呢 也是有一些影响和分化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就是从整个这个投资框架来看 大家可以去平时关注的和注意的一些这个细节 当然除了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些宏观指标一样 当然同样就是微观的一些变化 同样也是会影响到价值成长风格的一些分化 那其实这也会体现在市场的情绪啊 对啊 因为有些时候呢 它有时候会有些过热 当然其实是这个主任老师也说了 就是整体来说的话 有些过热的一个情况 那其实市场涨涨跌跌也很正常 这个时候就可能会有一些回调的一些这个这个这个动 这个这个情况出现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可能短期的一些微观指标也是可以去辅助 帮助我们去辅助判断这种成长价值风格的一个 占优的这样一个一个作用 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对于我们这个具体的这个指数的选择 对指数的选择 其实也是一个大家可能要去实际应用的一个 时候需要的一个去关注的一点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市场上对于价值成长呢 其实整体在这个指数层面呢 它没有说特别受投资者认可的这个明确的这样一些标的 一些标的 大家都很多时候呢 是根据自己对价值成长的理解 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 红利可能偏价值一些 然后呢 成长有些偏这个人工智能呢或者是创业版 这样一些可能整体新能源啊 这些偏成长的风格 大家会做一些两头的配置 所以在实际的这个投资过程当中 顶级也是也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这边的话 其实整体来说的话 我们也建议大家就是在这个价值风格呢 可以关注像 像红利 像上振武林这样一些指数 这样一些标的 而在成长风格的话 可以关注比如说创业版纸 包括科商版武林 其实代表这种新兴产业 这样一些指数 那可能它也在这种成长风格 启示的时候呢 它可能会提供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 风险收益的表现 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您刚才跟大家介绍的是 从大小盘的这个投资框架和标的 以及价值成长的投资框架和标的当中 我们怎么选啊 怎么对应的落到实处 来观察这个市场标的 那其实这段时间 大家的问题是聚焦在红利指数上 我们知道红利这一类的风格 近几年 今年啊 尤其是今年这一段的短期 整个市场的这种加速啊 包括这一整年 2023年市场在跌 就是红利这一类资产的价格在上升 表现非常不错 就是这一点啊 就是到目前为止 市场短期是出现了 红利品种啊 一些就是在二级市场的价格的 差价的一个波动啊 波动的下跌啊 就是普通投资者说 哎呀那我又想吃红利 又想拿二级市场的上涨这个波段 现在出现了新变化 我们应该怎么来客观的看待 这个红利这一类的资产 好的 这个高股息的这类策略 或者红利这个风格 确实今年以来表现的 还是比较出众的 所以市场还是比较关注的 但可能不仅于今年了 其实在过去几年当中 它都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表现 其实我们说这个整个这个权益资产呢 它有回报 如果我们做分解的话 它主要来自于三块 第一块其实就是估值 估值涨涨跌跌 然后还有一块呢 就是长期的这个企业盈利的增长 还有最后一块呢 就是股息率 股息就分给大投资者这样一个 股息率的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长期来说的话 权益资产收益来自于这三部分 但如果我们拉长时间去做统计 我们发现估值啊 很多时候它是一个均值回复的 它是有个周期性特征的 所以它长期其实不太提供一个 很很很高的这样一个收益 但短期它可能会有很大的波动 长期我们很多时候赚什么钱呢 还是赚这个长期企业盈利 向上的这样一个钱 以及整体的这个股息率分出来 我们拿到这个分红的这样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说红利子的策略呢 其实整体来说的话 它长期呢给我们提供的 其实就是一个这种高质量发展之下 整个盈利相对比较稳定 以及这个股息率分出来的这样一个钱 所以我们说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其实这类策略呢 它是长期啊 我们可以去关注的这样一个策略 策略 但是短期我们说 刚才说到估值啊 虽然长期它是不太贡献的这个周围 短期呢 它确实也会有一些拔估值 或者是估值下杀的一个情况之下 所以它会有一定的均值恢复的特征 但如果过热了 估值过高了 那肯定是有回调的压力的 但是我们说这类策略本身 我们要很清楚啊 我们投资它 我们去拿住它 到底是是获取它怎么样的一个收益 我们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那我们知道 在这个明确的目标之下呢 可能这类策略呢 还是能够提供给我们预期内的 这样一个股息率的这样一个回报 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要明确 就是红利策略 红利的这个资产这一块 我赚的是什么钱 就是它这个估值 包括拥挤度 可能是短期的 可能更多的是我们赚的是什么钱 对这个要更明确 那李总 对于就是还有什么红利的产品 红利指数可以关注 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吗 好的 其实我们这边的话 其实对市场很多这种红利指数 其实在这几年 很多这种产品 其实都有相应的布局 比如说有中正的红利 有这种上正的红利 包括红利的增长 红利的质量 红利的低波 这样一些红利和其他因子 符合的这样一些指数 包括这样一些投资标题 其实在市场 这几年其实也出现了很快的 这样一个增长 也很快的增长 所以很多时候呢 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疑问 就是产品虽然越来越丰富 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就是我们怎么去做选择的时候呢 其实很多时候是比较迷茫 或者困惑的 所以我们这里的话 其实可以 就是我们去可以关注一类测 就是红利低波这类策略 这类策略 其实可以看到这几年的 它一个风险收益的特征表现得更好 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从它的底层逻辑里面 其实也能找到一些端倪 因为我们说很多时候 大家不是特别关注指数的编制方案 因为编制方案可能看起来比较简单 但是它恰恰是一个指数 投资逻辑的长期的一个 一个最重要的来源 那它的编制这个方案 如果是一个逻辑性非常强 比较符合于我们投资逻辑的 而且在长期 它可能是有一定延续性和生命力的 那可能我们长期 才能拿到我们想要的预期内的 那样一个回报 所以我们说 投资的这个指数编制方案 是比较重要的 那对于红利低波这种指数来说的话 我们说它既考虑了这个 红利的股息率这个因子 也考虑了这个低波动这样一个因子 它两个加起来会相对来说 在长期我们就会 可能有一个更稳定的回报 这个原因是在哪里 首先我们说股息率因子 刚才我们其实也介绍了 股息率因子呢 其实它可能是一个高质量 和这个价值因子的一个叠加 那首先体现在这个高质量上 那为什么股息率比较高呢 这些公司 那肯定是这些公司 相对来说 它的长期的经营是比较稳健的 然后盈利能力是比较强的 所以它才有相应的一些回报 而且呢它愿意把这个现金流 分给这个投资者 那肯定它的公司智力也相当的不错 所以它肯定是一个相对 质量比较高的这样一家公司 有能力 然后也愿意和大家分享 对 是的是的 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我们说整体来说的话 还叠加了一层价值的因子 那我们说很多时候 刚才提到了 有些时候一些个股 可能它会在这种情况之下 有些过热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股息率呢 它是跟价值 因为它跟股价是挂钩的嘛 所以它跟价值其实也是正相关的 所以股息率越高的那些标的 它相对来说 也估值呢 也相对来说比较便宜 所以我们通过股息率去做筛选的话 可以避免去选到一些高估值的一些 可能已经过热的这样一些个股 所以从价值为度来说 它也提供了一层逻辑 这是从股息率为度 但是有个问题是在哪里 有时候会有一些价值陷阱 比如说有些这个个股呢 它不是因为 我们刚刚说的一些原因 导致它股息率比较高 而是因为它跌的特别多 市场它的经营可能出现一些大的波动 导致它这个可能基本面出了一些影响 反映到股价的里面 它可能出现了一个长期的下跌 这个时候呢可能股息率也比较高 那对于这些标的可能就不是 我们真正想要的一些高分分个股 那怎么避免这个现象呢 或怎么去减轻这个现象呢 我们可以通过低波动的因子 低波因子 对低波的因子 去做一层加持 防止一些这种价值陷阱的一些出现 防止一些个股 因为它的一个经营上的一些问题 导致高波动 使得它股息率比较高 然后被我们恰恰选进来的 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把这两个叠 叠加在一起的话 你看到从逻辑上来讲的话 它就增加了一层 这个股息率的一个护城河 可能选出来的一些这个标的呢 它就更加符合这种高分红的一个特征 所以我们说这个指数的编制方案 还是非常值得去重视的 您刚才提到一个就是 规避价值陷阱这一块 就今天有一个朋友 跟我在交流 他说你看红利策略 有些个股在跌 那多好呀 它价格越跌 我买的股数越多 我拿股息不是越多吗 当然我觉得这是 在价格波动过程当中 有可能出现的一种客观的 正常的状态 还有一种就是您说的 它可能出现了问题 价格的不断下跌 有可能就是价值陷阱 是的 好的 那其实您刚才系统呢 跟大家介绍了这个指数投资 还有这个风格配置的 这个框架逻辑标的 那展望下一阶段 我们从现在时间算起 展望下一阶段 这个风格配置 就我们展望一下的话 您给出怎样的策略指导 好的 其实可以看到 从这个1月以来 市场有些调整 但是整个2月份 整个市场这个活跃度还是 其实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行情表现也还是比较不错 那其实近期也是 我们可以看到 可能不再是单一的几个赛道 或者几个风格呢 它表现比较好 而是市场上整体的多样性 它开始起来 那这个从行业上的特征 包括这个市场的活跃度来看 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那除了这个点以外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就是刚才这个 这位秦老师 其实也说到了 就是资金的活跃度 它其实也提升起来了 有更多的活跃的 这些投资者 开始进入到这个市场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整个市场 我们觉得风险偏好 肯定还是在一个上升的过程当中 上升过程当中 除此之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还有很多这种相关的一些利好的一些政策 包括经济的一些数据的一些超市的现象 那这个可能也是 预示着我们经济的一个复苏的企业率呢 也会逐步的往上走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其实反映到我们实际投资者来说的话 我们就觉得大盘的这种风格 大盘蓝球的这种风格 可能在接下来一个延续性会比较强 那刚才其实体现在哪里呢 分子端经济的一个复苏协率往上走 其实大盘的资产 刚刚我们介绍到了 它对这个东西其实是比较敏感的 比较敏感的 其次就是在这个分母端 分母端 我们说整体来说的话 大家的风险偏好 其实也在往上走 也在更加活跃 那整个大盘蓝球的风格呢 其实也会相对来说 有时有一些抬升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觉得大盘蓝球的风格 是值得去关注的 那在这里面的话 其实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指数 其实我们也是做一些分析 我们觉得这个中正A50指数呢 它其实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个特征 为什么呢 它是选择了这个市场上 A50个这个大的龙头 著称了这样一个指数 它的一个选取的一个逻辑呢 可能跟很多这种大盘指数不太一样 大盘指数就是可能纯看市值 这个钱多少 我就把它选到这个指数里 成分股里面 但是它呢 其实从这种中正的三级行业 去挑选每个行业的龙头 然后把这个龙头挑选出来的话 它代表着可能各个行业 刚刚我们提到了行业 各个行业的这个活跃都起来了 那我们如果拥抱了这个各个行业龙头 那可能它就能展现出一个更好的一个 这个弹性的一个收益 所以我们觉得它这个是展现一个我国啊 各个行业各行各业有龙头力量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指数标底 除此之外呢 就是说它在其他的方面也有它的一个比较的特色 比如说它在这个指数的一个个股的选取当中 考虑了ESG风险 那这类风险呢 其实整体来说的话 这类ESG的这些因素呢 它其实不能在企业的盈利报表 财务表表里面去反映 它很多时候是代表着 企业的一些非结构化的一些特征 那这个块的话 把一些可能相对来说 没那么好的一些个股呢 剔除之后呢 可能在指数的整体的一个 这个防风险上面的话 其实相对来说 可能也会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 风险收益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们说这个指数呢 是在这个大盘蓝筹的风格 可能有所演绎的情况之下 比较值得去关注的一个风格 而一个指数 中正A50指数 那刚才也提到了 在目前这个指数呢 是从2014年12月到 这个2024年的3月11号 这个中正A50指数的累计涨幅 大概在40%左右 是有这个幅度啊 就是说它是高于其他50 宽基指数的一个基本水平 刚才也提到了 那非常感谢李许为我们介绍了 指数投资与风格配置 谢谢 我们上次休息 稍后我们来看一下明日前站 上海的整个空间的国家网络 已经是由这张地铁图来构成 上海的地铁叫 线线有故事 站站有特色 还能够形成客流的双向奔赴 地铁方便不堵车 影响了年轻人 在自己工作地和居住地上的选择 变名字措施吧 更多这个人性化的服务 讨论的最多的就是 我今天坐过站 又要回到一人为核心了 好 欢迎回来 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 公司与行业 秦姐 节目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 明日前瞻的情况 前瞻就是说 看整个市场的大风格的话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看两个 国家队还有一个就是外资 现在目前看这两者的态度都没有变化 都是很积极的 所以暂时不要太考虑风险 热点的话我觉得 目前谈得上非常强势的热点 其实只有一个飞行汽车 有一个有潜力的是商业航天 这两个是今年会议上 刚提到的两个热点 我觉得可以做题材上的话 这两个是可以相对比较重点的考虑 而其他的 像AI也好 其他也好 其实 都更多的归纳于 他们前面下界的弹性的一个释放 而这个弹性放到这里 其实已经 我觉得已经释放的差不多了 就是 筹码的空挡区 基本上都已经用完了 再往上其实是一个 非常强烈的攻陷战 第三个就是演变的方向是 前期的热点更多的是 逆周期或者和周期无关 包括红利 越往后指数往上 它会往顺周期转 这就是为什么昨天出现了白酒 然后出现了恒生 恒生科技 都是港股的李宁 他出现了这个问题 你再往上一定是要往顺周期上转 同时大家密切关注像 十年战三十年战的情况 我跟大家提过 如果说出现 互生那么大涨 再大跌的情况 其实它就是一个 特别强烈的右侧型号 就开始出现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 整个行情往上去升个一级 好吧 那我们也会把这些细致的 观察盘面的一些信息 跟大家做分享和跟踪 那最后我们还请李总回答一个问题 您刚才在中正A50当中 也提到了ESG这个策略 那ESG作为企业社会责任 也被市场广泛是关注 就是这个策略能作为投资选股的一种方法吗 就是这个我们维度上 我们如何去在自己的投资当中 进行考量和应用 能不能给大家一个简短提示 好的 其实ESG这一块 其实确实是我们平常 可能在企业财务报表里面 没法去关注的这些信息 那这些信息 其实它可能在一个比较长期的维度 对整个企业的一个发展 包括一个利润的一个情况 包括经营的情况 起到一些比较重要的作用 但是它在短期的的确确 可能体现的没有那么好一些 但是长期来说的话 我们对还是非常值得去关注的 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 那个股息率的一些逻辑 其实就体现在这里 那一个企业 对吧 它的经营能力 它的财务表表体现的是 它的经营能力 它的一个利润的一个情况 但是它愿不愿意 把这个持续的现金流分出来 能够回馈给投资者 其实这个是在ESG这块 公司治理这块 能够去体现的一些内容 那这些内容 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就在这个投资的过程当中 但它确实在评估的过程当中 或者去选择过程当中 它是有它的一定的难度的 好的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秦姐还有来自 义方达基金指数投资部的 基金经理李许鱼 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当你踏入这个店门的那一步 我就会过到一种家的温暖 吃个泡面什么的 就会觉得很治愈 最靠谱的那个选择 也是年轻的溜狗的地方 很烟火气又很时尚 便利店是城市多元人群交流的平台 地铁承载着不同人的这个需求和梦想 它能够激发大家对生活的幸福感的憧憬 有活力的 可感知的 可以玩着可以学习的地方 市民参与到站点设计的工作当中 拉近人与人聚集的距离 走向精细化的一个治理 在这个城市上建成 每一朵花的开 背后都是有人名的参与 青年友好性城市的这个建设 正当其实 就已经说大幅度的下地了 就是几乎就是往一半走 一万一座高端产品的人呢 都活不起了 我们把报表拿给香港 这位总监的女人看了 被她能重来 她说你这是拿进口 就是所有的决策要做到有依据 原先的模式已经彻底地把它淘汰了 我们一直有一个原则 就是长期可持续 全家只有我们做 慢那么零点几秒 就会可能形成社会的一些故障 不能有一丝停奔 像这个损失大概有几十个亿吧 和蓝之间发现我自己的东西 女人是决定一切的力量 我要办一所大学中 都没有的男人 我只考虑只有一点 就是无压力表达的氛围 一部已经没有等 人工会如何能够爆发出 他的积极性 女人创造而已 很多行业最主义 最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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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谁按照他回进来 有知大多元者 不拘泥于小者进口 用博大的胸团来发 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不一定很快过去 但是中间会过去 设计有个换带 我和你咋 that 我吃 我去的 你吃 我吃 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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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 你吃 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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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中用电需谨慎 使用炉灶需照看 市场顺兮万变 是谁洞悉未见 汇政财经 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 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 以投资智慧为本 以陪伴服务为刚 提供全方位的在线投资服务